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陷入了因崔柱庆风专权引发的国内动乱中 这时的齐国虽有号称第一贤人的燕英折冲尊祖 虽有不为杀头的太史伯兄弟前仆后继 但无情的历史已经敲响了旧体制的丧忠 在一次次以下犯上的阴谋绞煞中 旧道德的大乍苦崩瓦解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周王朝衰落开始 天子的权力与威望 被强霸的诸侯一点点剥夺殆尽 继而则轮到那些 羽翼丰满的清大夫 来剥夺诸侯了 齐国与小小的举国交战 遭到失败 掌权的崔柱庆封 为了排除异己 独霸朝政 竟蛊惑齐庄公 将失败而归的将军们 一律除死 将军 对不起了 将军 是国军让我们这么干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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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ש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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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将军 我对不住你了 春秋的证据 从前期的礼乐征伐字诸侯出 至此又转入 礼乐征伐字大付出的动荡 权力的更替由大及小 旧礼制的瓦解由浅入身 就是在这块 丰饶激荡的土壤上 一大批被后世称为 诸子百家的贤者智士 应运而生 收尸吧 大白天真干什么 一点廉恥都没有 发什么 我不是你的丈夫吗 行了 行了 来 夫人 你 崔大人 静峰庆大人来府求见 好 好 请他进来 是 崔兄 请 崔子夜莺已经自作主张 派人去收尸了 他倒真敢干呢 有朝一日他自己被处死了 还不知道谁出来给他收尸了 哈哈哈哈哈哈 请 郭军不甘心失败 正在叫场挑削勇爵 决心带领一队勇士 去尽口报仇学耻 勇爵 什么勇爵 就是能够举起千斤顶 射穿七层甲的 在清道之外 另立爵位 较勇爵 奉路和大副相同 这是国军 借攻打晋国之名 专门挑出人类 对付你我的吧 不会吧 不 国军背后 肯定还要给他出主意的人 咱们这次 好不容易借战败之机 杀掉一批 他要借挑选勇爵的机会 再扶起一批 这 这不是跟你我对着干吗 哼 你我既能力气国军 也能废掉国军 不行就再换他一个 不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 我是下令杀了他们 怎么了 身为一国之军 杀几个败军之将 难道有什么不可吗 可国军知道吗 在杀害的这些将军中 有许多是崔柱庆锋二人 为了清除一己 借你的手 无辜杀害的 什么 崔柱庆锋 他们今天能借你的手 杀害这些将军 明天 就能借别人的手 来杀害国军你呀 可他们俩 一个是寡人的左卿 一个是寡人的右卿 都是当初辅佐我继任军卫的人呐 是寡人的左卿 正是 你高管人什么 位高而无义 权重而无礼 你疯了 你是在吓唬我 伯郡 如若你听从燕英之言 就立即毁过自心 如若不听 燕英则请归东海 不听不听不听 我就是不听 你给我走 你回你的东海去吧 如此 燕英告辞了 滚 你以为你是什么 齐国的第一闲人 有什么了不起 啊 哼 要是把我气坏了 寡人一力也会杀你的 远京大 远京大 郭君如何说 走 去哪儿 回东海 我还是那句话 有道则从 无道则必 不知燕英大夫 此次是暂住还是 现在还说不准 也许很快就回来 恐怕 到我回来的时候 这里已经面目全非了 田大夫 现在齐国军权旁路 乱党当当 你身为四大家族之首 可要处处以设计为重啊 驾 李大人 你这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只要你我二人同心 这事儿何难 如能杀掉昏君 你我平分其果 此话当真 一言为定 那好 明天我就进宫行事 妈 事情可以交给你举办 但万万不可在宫中动手 为什么 为了不让别人得到口识 好 崔大人 我想 这事儿如能在女府上下手 最为事宜 什么意思 我知道 国军不是常去女府 跟尊夫人优惠吗 你不肯造识 咱们是抓银贼 为国除害嘛 你这 伙计 不静 今日县国卧病在家 四位勇士不便如内 请在门外守候 怎么 县国在家 在外师 刚刚复归了 正睡着 这 诶 诶 诶 你今天真是太美了 站住 你再往前走 我就砸死你 怎么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站住 我 没走 国君是真的喜欢我吗 真的真的 我还听说 你要把我带进宫 封我为君夫人 对 寡人已经跟你哥哥说好了 恐怕 到时候带我进宫的 不会是你了吧 怎么 我 有人 相国口渴 指明掉夫人送蜂蜜去 真不巧 我去去就来 请夫人快点 看把你急着 平息 长大于是 公主 是 我 差 杀了 不错 我 我 帅 我 世之遂厚 眉所惠厚 不见眉厚 忧心忽敌厚 寡人真情一句 连草木都为之动容啊 妖贼 我是国军 我是国军 国军在宫中呢 将生们只管抓住银贼 警舍 警舍 快 快让他们放下兵器 我奉相国之命来此专抓银贼 什么 崔淑之命 相国在哪儿啊 寡人愿意和他结盟 相国卧病不能来 将生们 上 寡人知罪 寡人要到太庙相 相为情罪 不行 那若 若寡人到太庙自尽 不 不 不 好 暗 您第一个事 neighbors 啊 嗯 嗯 昏君淫乱无道 国人切齿 以敬诛杀 此事与众臣辽无干 国不可一日无君 齐国要另立新竹 今天请各位臣辽到此 说说历谁为好啊 田吾语 就从你们四家大夫开始吧 西厅二位相国主裁 只是 只是什么啊 不知郑卿燕英他 燕英已被昏君轰出朝堂 早不是什么郑卿了 正因如此才应召回 还招这个招那个的干什么 崔相国 你就说了算吧 也好 我看灵宫之子 昏君的异母之地 楚舅 已经长大成人 可以立为新君 相国 相国 相国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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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英大夫跑到府上 正在砸门呢 他说他要进府 为先君哭尸 哼 这个孩子 不在东海待着 回来找死 诸位 我们一起去看看燕英大夫 看谁敢动 开门啊 开门 开门 崔大夫来了 我看你还是快躲躲吧 开门 我看你还是快躲躲吧 开门 崔大夫来了 切勿动怒 燕英是齐国第一仙人 你没看见这些人吗 他们都是跟着燕英一起来的 他们都是跟着燕英一起来的 噗 Courtney 满开邓 碧英 盐 快却 这手 对不起 又轻大人 燕英想借贵妇的门砸砸 好啊 你既然愿意砸 就使劲地砸吧 快开门哪 我要看看国君 看看国君是怎么被人杀死的 有人没有啊 快开门 我是燕英啊 好好好 你是忠臣 既然你要哭 好吧 我就让你进去通通快快地哭一场 开门 哭啊 哭啊 你为什么不哭 我不是要哭这个人 我要哭的是齐国的设计 你怎么会哭的 啊 我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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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幸 让我严重 看你哭得这么伤心 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死呢 设计在国君之上 国君如若为设计而死 为臣也因为设计而死 国君如若为私愿而死 那么对不起 我又不是那些与他有私情 暗中来往的人 我为什么要陪他一起死呢 好 你既然不想去死也不哭 那你为什么不逃走呢 这话说得没道理 我已经不是正清了 和众臣一样 造后的始末我都不在场 我为什么要学那些 没有见识的使女丫鬟 稀里糊涂地逃走呢 更何况 国君已经死了 我逃个哪门子呢 好好好 你既不哭又不死又不逃走 那么你请吧 不 我还是要说 这个人是让人杀死的 该死该逃的 是那些杀死他的人 不是我 你大胆 是 不大胆 也不敢来了 你既然来了 就不要想走了 来人 来 绑起来 带到太庙 是 现在蒙事 手指不出邪者 斩 说话不利索 斩 改编誓言的 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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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心者 斩 快 是死 如不与崔庆同心者 必受不详 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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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与崔庆同心 甘受不详 若不与崔庆同心 必受不详 在 盐英 在 该你了 我咬哪个手指啊 当然是你的右手中指了 好 那请为我的右手中指松绑 好 松开它 都松吗 废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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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你 别急 我还没咬手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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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忠设计 与崔庆同心者 必受不详 我杀了你 等等 你敢 我可惜你是个人才 这样吧 你如果按我的誓言指天盟誓 我答应你共管齐国 什么 你 你如果不按我的誓言 重新蒙誓 今天你就得把头颅留下 用刀斧威胁 逼人丧志 算不上勇者 算不上勇者 如果你硬要逼我 也只能引进旧路了 好 好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推入 你杀了无道之君 难道还要杀这有道之臣吗 太史说得对 你杀了燕英这样的大闲人 难道就不怕民心反了吗 你们闭上你们的嘴 我们要是都闭了嘴 有人可就来取你的手机了 太史 史怎么写的 请把师姐拿过来 请文态守候 下午月以汉催住士奇君 赶快来 请 写 死于疾病 你 史家去世之术一字不改 你 写 死于疾病 你 你写不写 我 我让你直输 我看你们谁还敢再写 我 你是什么人 三帝太史书 你还这么写 你再写我再毁 你再写我再毁 快 既然你不怕死 我今天就成全你 看你的笔厉害 看你的笔厉害 还是我的剑厉害 你是谁 二弟太史重 你要重新写过 是 是 怎么写的 你 你 下午月以汉 催住士奇君 你 你们太史一家都疯了 你们疯 我也疯 我看你们还有谁敢再写 有 四弟太史记 你 崔庆大开杀戒以来 从战败而归的将军们 无辜受难 到太史一家血染石井 孝杰死亦者无数 我看 天为震怒的日子 我会太史一家 齐国 虽然换了新军 但大权仍然掌握在 崔柱庆丰的手中 我田无语 上不能讨贼 下不能避难 终不能等死 只好 离开齐国 望 燕夫子见谅 先别急着走啊 我看齐国 是快要乱出头了 大夫们各怀齐志 说不定正在什么地方 计谋着除掉崔庆乱党 崔庆二人早晚也会互相拼杀起来 相公大人 相公大人 府内出事了 从大公子崔康在府内杀人哪 那夫人哪 又公子带伤跑了 夫人也被大公子关在内院了 难道这些家庭甲氏们都死绝了吗 死的死 跑的跑 回府 不 大人不能回去 公子沙红了眼见人就杀 只怕大人各一回去连同夫人一起 那 大人 我看只有求助庆丰大人了 崔大人不必悲伤 你我崔庆二人实为义庭 崔庆小儿胆敢如此猖獗 崔大人 只要你义上令下 我兄弟二人一定为你效力 此话当真 若能庆大人鼎力相助 除掉逆子崔庆 但寻到小儿催鸣之时 定让他拜您为义父 那 那咱们梁府 不是更亲近了吧 啊 啊 哎 亲大人 连进 哎 亲大人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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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乱杀人啊 不是说好了 我先在口中举事 然后您和庆丰伯伯 一起说服我父亲 来恢复我的长子之位吗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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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都是为了你呀 你站住 来人啊 人都死了 没有来人了 好 你总算换点代价了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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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人 你府上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 夫人正等着你回去呢 你儿子说了 他以后再不敢逆父做乱了 我的儿子 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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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东海召回燕英 寡人有急事相问 是 先兄庄公未听燕夫子之言 几乎把庆丰作为兴国之臣 寡人在此替先兄谢罪了 国君虚怀若骨 社稷有望 燕英理应为齐国臣民败谢 听说田大夫等请你主事被你拒绝了 臣求除贼之心只是不得其人哪 你是说田氏等四大家族也不可依赖 不是 田氏 书臣展且不书 那高兰豹三家族 只知道为自己牟利 不足以成事 那 那就只有 眼看着庆丰专权了 国君不要杀赶 我来的路上听说明日太庙秋季 庆丰已经召集了高兰豹田四大家族 我料到时必有大乱 国君只要自己去了 到时就会亲眼看到 那 他们想做什么 杀人呗 那寡人不去 没事 实在不行 你就钻到记忆桌底下躲起来 那 那 那 我来的路上 那 那 我来的路上 你 那 我来的路上